最近生娃的话题又热了起来 去年全国新生儿956万 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跌破千万的关口 那今年呢更惨 每年4月份其实就已经能判断出今年的新生儿数量了 因为你4月怀孕的得明年才能出生 好那今年预计新生儿数量只有788万 上一次新生儿不足800万的情况 还是1941年出现的 和平昌盛人口激数十几亿的2023年 新生儿数量竟然和战火纷飞恶瓢遍野的1941年一样 哎呀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很诧异 要知道1942年中原地区大灾 光河南就饿死了300万人了 就那一年全国出生人口还有900万 咋吃饱喝足的2023年还不如大灾大乱的1942年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啊 这就是消费能力约束了消费行为 1942年虽然兵荒马乱 但生孩子的成本和养育成本都没那么高 说难听点游玩小米粥就行 尤其那个年代孩子的腰质率很高的 你还必须多生几个才能保证存活 但现在不一样呀 人的教育水平和认知水平上去了 自身的生活品质有要求了 生养孩子的成本也上去了呀 现在孩子要进口奶粉 要尿不湿 要早叫 还他妈要买个房 给孩子上户口读书 这些消费需求可都是远高于1942年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 大多又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呀 用网上老铁的话说 一对夫妻两个打工仔 为三餐养四个父母 月薪五千掏空六个钱包 七天无休 八万块买不到九平方 生活十分困难呀 那每个月就固定那两个大本 对啊 就算咬牙支付了一套房 剩下的也不多了呀 这时候面对养育孩子这种巨额支出 那很多人当然就望而却步了呀 但是从数据上看啊 一海生育率跌到0.5 也就是说啊 有一半试婚试育的女性 连投胎都没生的 这表明大众整体的生育意愿不足啊 而我们只要翻翻年轻人的失业率 和收入的中位数 就很容易明白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了呀 那再往前推一步啊 很多人连结婚的能力都没有了 房价不仅是最好的逼运药 还是最好的恐婚药呀 2022年啊 结婚登记是764万对 也就是创下了36年来最低级 原本以为今年都要疫情过去了 还能迎来结婚潮呀 结果今年结婚登记率大跌眼镜啊 前五个月就已经下降了30% 连婚都不结了 你还指望人家生娃呀 这不扯犊子吗 而就算结婚了 初婚的年龄也在不断推迟的呀 去年啊 人均初婚年龄已经是到了28.67岁 10年间推迟了4岁 那有些地方基本都到了30岁了 说难听点 老爷们过了30岁 本身欲望就没了呀 就算有些人鼓个惊奇 人到中年依然生龙活虎 但一看银行卡余额 哎呀 也会瞬间腌掉 这时候 一根鱼竿往后面一坐 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当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不足 有限的消费能力 又被楼市过度透支之后 不婚不育就是必然情况呀 我他妈贵一点的外卖都不敢点了 你跟我谈结婚生孩子 那不扯淡吗 在这种情况下 一含生育率暴跌 带着整体生育率暴跌 就是一个正常现象 你再鼓励什么二含三含 没有意义呀 一都没有 哪里来的二和三呢 生育率暴跌最可怕的地方 不是人口减少 说难听点 中国人口就是跌到了10亿8亿 那还是世界第二呀 不算少的 可怕的地方在于人口结构 是很老头子太多 年轻娃太少 那整个社会能够干活了就变少了呀 躺床上吃饭呢 多了 好 经济当然就会下滑嘛 而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社会整体养老负担加重了 只能进一步压榨年轻人 年轻人就会更没有消费能力了呀 更不愿意结婚生子了 甚至彻底躺平 就会导致生育率接着下滑 这种低生育率陷阱 很难爬出来 那很多人会问了呀 简这么可怕 大哥为啥不管呢 目前来看啊 大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鼓励生育的动作 多半都是口头鼓励 隔靴搔痒的支持 其主要原因就是生育率下滑 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不会马上显现 但你说现在咱为了生育 把房价给降了 那很多地方明儿个就得爆雷 换做是你 你肯定也会先顾着眼前的利益嘛 至于30年后如何 光我求是 对吧 你就说计划生育的策划者马英初 坟头上草的两米高了 爹 转发 我们的海派 现在宣多 尊散